亲爱的小伙伴大家好,欢迎来到Strange冷知识 喜欢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和我一起长知识 思维方面有很大的区别 想要得到女生的青睐 肯定不能做让女生厌恶的事情 今天就来给大家盘点一下女生最不能容忍的男生行为 男生们一定要做好笔记哦 1.没有主见 女生没有主见 大多数人都能谅解 若男人在要紧关头 优柔寡断 犹豫不决 那么在女人心中的好感指数可能会急剧下降啊 2.超级讨厌男生拖拖拉拉 默默狙击 实在受不了 对于男生来说 如果他做事不干脆 会让女生觉得他是一个喜欢拖拉不稳重的人 那么总体评价也高不到哪去 3.大男子主义 死要面子 有些男生总是把面子什么的摆在第一位 喜欢维护自己所谓的尊严 但其实适当的妥协才是最好的选择 4.家暴 如果你做了这个行为 那么你就会受到所有人的鄙视和指责 无论缘由是什么 打女生是让人最无法忍受的行为 5.那种看见美女就想去搭讪 还不熟悉就过度热情 常拿女性的身材 长相来开玩笑 自是幽默 却不知这是无理的行为 6.出口成脏 有些男人不张口说话时看着还蛮像那么回事 一张嘴 让人感觉满嘴喷粪 丝毫不顾及在场的还有女性朋友 7.妈宝男 被母亲包办长大的男生 什么意见都要先争取母亲的同意 孝敬母亲自然没有错 但总把妈妈挂在嘴上的话 像个巨婴 会让女生感觉太不成熟 8.脚踏两只船 爱情是具有唯一性的 没有女生能容忍自己的男朋友脚踏两只船 对于爱情 每个人都是自私的 9.对自己没有清晰的认知 没能力还特能装 自己条件差还要求对象要多么好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如果还想了解更多有趣话题就点个关注吧 也可以把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打在评论区哦 说不定以下一期就是你想看的 看完的小伙伴点赞扣一 点赞的小伙伴考级门优秀 家庭作业没有 零花钱多多